在这危险的悬崖绝壁上,竟然发现了这么大的石洞 听说洞里还居住着神秘人,想要进入是特别困难的 您觉得我能顺利探索到吗? 看古村古建,品百味乡村 大家好,我是燕子 今天咱们去探秘悬崖绝壁上的两个古代石洞 听说这个石洞一千多年前是在这里修行的道士凿客的闭关洞 千百年来还完好的屹立在这里 但是想要上去是特别困难的 需要顺着一根铁链爬进去才能到达 真的是特别的危险 所以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敢进去 那么这个危险的石洞里边有什么宝贝呢? 又有哪些神秘之处呢? 我们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进入洞中呢? 关注燕子,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进山洞一探究竟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半山腰 从山上向下望去,环境还是很优美的 这座大山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龙凤山 他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杨高县 从名字上就能感觉到 这座山上一定发生过很多的传奇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东征东高离石途经这里 被这里雄伟壮丽的山势所震撼 所以命人在这山顶修建了一座道馆 命名为青云馆 在这个半山腰修建了这个石洞 那么这座道馆和这个石洞究竟又联系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另一个入口 从这里下到下边去 然后再进入洞中 但是呢需要攀爬很艰险的路 咱们现在沿着这个路开始往下爬了 虽然历经艰难万险才能进入洞中 但是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也很期待进入山洞的那个瞬间 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同屏 感受这大好河山带给我们的震撼 也能体会一下当时在这座道馆里修行的道士 究竟是怎样的艰苦 也不知道能不能悟出他们这样的心态 为什么要在悬崖绝壁中凿刻出石洞 住在里边修行呢? 十万个为什么抽上了我的心头 只能是登上以后才能解答这些疑问了 大家给燕子点个赞呗 现在咱们赶紧往洞里走 想要到达石洞 路是很难走的 我们需要从这边下到山下 再沿着巨石上凿刻的石阶 攀爬上去才能到达 想要征服它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为了人们的安全 都按上了这种护廊 这也是近几年才按上去的 古代可想而知就更危险了 更别说在里边修行和生活了 真佩服古人啊 下边咱们能看到都是悬崖绝壁 这一不小心可能就掉下去了 家人们在评论区留个燕子加油好吗 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啊 我去往下边咱们 我去往下边咱们 就在这儿 我去往下边咱们 我去前方的动静 吓死我了 哎呀 哎呀快点上了 到了到了 哎里边太神秘了 赶紧走了 吓死我了 这是啥路呀 我以为从悬崖上往上爬的话会好一些 比铁链的话会安全一些 没想到这条比沿着铁锁往上爬更危险呀 哎呀真的是 天哪赶紧 马上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洞里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来 这个洞口也不知道是天然形成的 还是人工开凿的 但这个台阶应该是人工开凿的吧 啊进来里边好黑呀 来旋转摄像头给大家看看 里边究竟有多么的壮观啊 来 哎进来以后吓我一跳啊 没想到里边有一尊披着红衣服的塑像 冷不丁的我还以为站了个人呢 哎呦吓死我了 走进来以后咱们会发现 镇中心供奉着三尊塑像 这应该是太清上清欲清 应该是三勤殿 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把 平安健康四个字留在评论区 把来自于道家三清贯的祝福带回去 店内的塑像应该是新塑的吧 年代不是很久远 但这个洞看起来真的是很古老了 因为这个洞的旁边 我们再往这边看 这里有一块石刻的碑基 上面呢积攒了秘密麻麻的文字 咱也看不太清楚 但是上边呢积攒了年份 上面写着明代佳境二十三年 哎呀真的是太古老了呀 听山下的村民说 这里就是道士闭关修行的地方了 真佩服古人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修行啊 哎呀好黑的洞 终于是带大家看完了 拍一期视频太不容易了 从早上八点钟到现在已经晚上六点钟了 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 还是太阳也要落山了 咱们还是赶紧下山吧 拍视频太不容易了 家人们这一期一定要给我一个点赞 一个关注一个收藏 真的是谢谢大家了 这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